哈喽宝贝们大家好我是斯吉 那今天这支视频呢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个新的单元板块 叫做百元生活 那为什么会突然想到做这个单元呢 因为我发现日本有很多百元店 百元店的价格都非常便宜 100日元只要6块钱人民币 然后他们的质量也都非常的好 有很多的包装啊颜值都非常的好看 所以我觉得可以开拓一个这样子的单元视频来做 分享给大家日本的百元店有哪些好用的东西 那今天这支视频就是第一期的百元生活分享 感兴趣的宝宝们就跟着我一起看下去吧 这一期呢主要分享的都是我在日本最出名最大的一家百元品牌 叫大创 呃...达斯文的这个购物分享 刚也有说到日本有很多家百元店嘛 日本不仅有大创 还有叫Kendo啊 Celia啊 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百元店 反正就各种各样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今天开篇的这一期呢 就来分享一下 在日本最有名的这个大创百元店买到的一些东西 因为东西比较多 所以就数占数决的分享一下 首先是这一组 之前在樱花合集上面应该也有分享到大创的这种 它应该是樱花季节限定的 我是觉得它的这个水墨渐变的图案非常的好看 然后它有粉色的也有这种淡蓝色 但是我觉得粉色放在家里可能太疯了 所以就买这种淡蓝色比较典雅 比较素雅一点 这一个才6块钱 而且质量就都还不错 就是这种铁罐 它是这个唇钱罐 它是没有盖子的 就是你的钱存进去 直到唇满为止你是不能打开它的 我觉得这种比较适合意志力不怎么强的人 就是有可能你存到一半 你会打开拿里面的钱出来用 但是这种呢 是已经把开口封死了 就只有存进去的 没有打开的地方 所以待你存满了之后 你再拿一些开罐的工具 把它给打开 把里面的钱拿出来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小铁盒 它是可以打开的这种 它这个铁盒我买来是装 集分卡呀 然后店铺的购物卡呀 就一些名片啊之类的 反正就是 它刚刚好是卡的这种尺寸 所以我平时用的一些卡 我都可以收纳在这里 然后放在门口 平时要用的时候就打开来取出来 我一直都在找一个这种卡的收纳盒 接下来呢 是两个收纳塑料袋 一个是小一点的尺寸 一个是A5的尺寸 我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把它用了 就可以收纳一些非常杂碎的东西 平时摆在桌面上非常杂乱的 但是收纳在这些小袋子里面还看起来非常的整洁 颜色呢 我就买了黑白两色为主调 因为我觉得黑白色是最经典最好搭的 反正收纳任何的东西 摆在那边也非常的简洁好看 那接下来也是一个收纳的东西 就是这种纯白色的收纳塑料盒 一款是比较大比较长的这种 另外一款呢 是小的这种长方形收纳盒 但是它有附在这种盖子的 那这个纯白色的收纳盒也是超级超级的实用 多买几个放在家里 里面可以装很多紮碎的东西 整体看上去视觉也非常的整洁干净 所以这种盒子我估计还会再去多买几个 接着呢 买了一些一次性的餐具 就是像这样子的 就比如说出去野餐的时候 可以装一些山明纸啊或者便当 那主要它的颜值还是非常好看的 就是这种黑白配色的 我觉得就非常的高端大气时尚感 还有一个也是一次性的托盘 它是纸质的 这一组呢有五枚 那也是看它是黑色的 然后有白点点 还有条纹啊 纯白色还有灰色 就五种颜色 觉得非常的适合instagram之类的任何拍照用的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去远竹啊 去野餐之类的 可以带这些纸盘去用完就丢 非常的方便 接着还有一个一次性的 咖啡杯 那因为男票他非常爱喝咖啡嘛 所以就可以买来给他泡咖啡用 在出门喝或者在车上的时候喝 颜值好看 给你们看一下里面的颜色有这种黑色和白色的 就黑白两侧 而且它还有覆盖盖子哦 就跟外面店头装咖啡的那些一次性杯子一模一样 但是这个长得还更可爱 接着又是黑白色 它是一个餐垫 就是可以像图片上面一样 把吃的摆在上面 就很适合拍照啊 不仅可以拿来当餐店 也可以拿来做一些拍摄小东西的背景啊 然后这一组有6张才100日元6块钱 还是非常划算的 所以这个我也很喜欢 很多日本的那些收纳博主啊 或者一些生活博主 他们的家里收纳都几乎都是黑白调 所以我觉得家里的这些收纳呀 家居的主色调换成黑白两色 会比花色来的看起来更大气一点 最近就非常着迷这些黑白色的东西 接着就是一些生活用品了 大创的这个专门用来清洁的海绵块 那这个海绵我真的要推荐 它真的超级的好用 它的日文是叫MENAMIN SPONGE 中文我查了一下 它是叫三聚晴安海绵 它跟一般海绵是不一样的 那里面就是这样子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然后它的密度呢 会比一般的海绵要密集很多 它只要粘一丁点水 就可以把很多超级顽固污渍的地方 轻轻就擦掉了 不用任何的洗剂 不用肥皂 不用什么洗碟精 它只要水就好了 只要粘一点水把它打湿 这个海绵它本身就具带那种清洁能力 其实可以擦一些水槽周围 那些发霉的地方啊 或者生锈的地方 它真的轻轻一擦就没了 超级的轻松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超神奇 我也是看很多日本的生活博主 他们在用 我自己才发现 原来这个东西有这个作用 红色它是大块的 蓝色是小块的 蓝色30个 红色里面有16个 然后都才6块钱 超级的便宜 然后接着是一个打扫的 好像这样子 反正就有一些灰尘的地方 可以轻松的抹掉 最好的是呢 它可以折叠哦 就是这样子 折叠起来收纳 然后要用的时候 可以把它给摊开 所以这一点还蛮好的 接着是一个汤勺 那这个汤勺还挺特别的 你想咬汤的时候 你就只用这一半边 你想从它里面 咬一些刚货的东西 你就可以把它从这个过滤网倒出去 一个是肉勺 一个是汤勺的两种功能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买回来试一下 接着是一包纸巾 然后它是专门针对 有电性的人 因为这个纸巾摸起来 非常的柔软 而且好像还有保湿功能 它就对像我们这种 经常搓鼻子 会把鼻子搓红的人 那这一包才6块钱 它有6包 所以我觉得很划算 银沿晃者必备的东西 就是被子的收纳袋 天气马上就要变乐了 然后到夏天 这些冬天不用的被子 就可以把它收纳起来 那如果在日本一般的超市买这种收纳袋 起码也要五六百甚至一千日币 在百元店的话比较便宜 就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 百元店的质量也很好 很多都是日本制的 所以用起来都是一样的 为了搭配这个被子的收纳袋呢 还买了这个厨师用的干燥剂 会放在收纳袋里面啊 收纳衣服的箱子 传帮被子的箱子里面 最后再搭配一个蝗虫剂 那刚才那两个是除臭除湿的干燥剂嘛 蝗虫剂也是不能缺少的 我觉得被荡啊或者囤起来的衣服 就很容易长蝗虫 或者很多白虫会把衣服咬破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要准备这种蝗虫剂放在里面 会安心很多 好了以上就是我的第一期的百元生活 大串购物品分享 希望今天这支视频里面分享到的一些百元店产品 可以对你们有帮助吧 然后平时生活可以巧妙用到好用的产品 会让生活更方便一点 然后更有热趣 然后最后你们如果喜欢这个新单元的主题 一定要多点赞转发 然后评论啊 我还会再拍第二期第三期多拍几期 反正以后我只要去百元店买的东西 我都会拿来分享给大家 好了这支视频就到这里咯 下次见拜拜